时间的20点整 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烟花的拍摄 那么这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 新的一年里面第一次的多倍公开课 那么在这个去年呢 我们多多少少的分享了近16次课程 那么有人已经说到了 明天元宵还可以接着实践 那么诸位好 那么这里呢 首先呢 借这个时间呢 借这个时刻呢 给大家拜一次晚年 今天还是正月十四 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说法的话 在正月十五之前 年都还没有过完 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会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 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 关于摄影呢 或者是这个审美方面的一些技巧 那么非常抱歉的是 今天晚上因为九叔这个课堂 所以我都忘了问了 今天晚上麦克风是否正常 麦克风是否正常 能听见我说话的安一 好的好的 好的正常 那麦克风正常的话 我们就要开始继续了 继续我们今天都可以这样的一个课程了 在新的一年里面呢 我不仅是跟大家一样 是长大了一岁 当然从这个照片上来看的话 体型也有所见长 浑身的曲线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呢 在PPT上所出现的这个形象的话 你能够看到除了我以外 还有这个照相机和脚架 我手中捏的是一个快门线 我的右手上是拿了一个扇形的物体 因为这个图片比较小的话 我的右手好像是竖起了中指 其实它是这个 小手指旁边的是 那个指头叫什么 小手指旁边那个指头叫什么 哦对对 无名指 无名指上拿了一块扇形的这样的 一块黑色的物体 那么这个黑色物体 这一切都是围绕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来进行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说的 烟花的摄影 那么烟花呢 是中国在传统 中国人在传统佳节的这样的 一个幻古无变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特别是在春节的时候 在这个呃 元宵节的时候 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一些场景 呃 那么对于这个 我在这个介绍的文案中就提到了 在这个介绍文案中就提到了 我们这个呃 烟花呢 它的作用绝不仅仅是你燃放 燃放它的时候 这种点火时 心一跳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一个观看 那么作为一种陪调看赌的这种心态的话 呃 这是非常爽的一件事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作为一个摄影人的话 能够把它 作为一个摄影人的话 能够把这个呃 能够把把这个 现有的影像给它凝固下来 那么固然是 更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另外呢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烟花从 单 从对比的角度来说的话 嗯 从对比的角度来说的话 烟花在照片上的反应 和人的视觉上的反应 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视觉上看到的烟花 它往往是呈点状的 它并不见得是呈现状 而在这个呃 照片机看来呢 通过照片机一定的技术手段 我们都能够把烟花给它 表现为现状 使它真正的成为一种花的 比较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形态而存在 那么再次请出 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呃 有奖抢答 我们今天晚上抢答呢 呃 很多人已经熟悉了 我要给大家准备的 这个奖品的话 是五第三的套机 我们今天晚上 仍然是给大家准备了两台 仍然是准备了两台 五第三套机这样的一个 五第三套机这样的呃 一个有奖抢答的奖品 在课程的结尾呢 我们会有两个问题 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话 以我这里所看到的第一个回答 做出正确答案的人 没准 那么我们赠送出 两台五第三 两台五第三 呃 五第三的奖机 好了 扑多说废话 我们正式开始 我们正式开始我们的课程 那么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 一系列的这样的 一些烟花的场景 我们要搞清楚 这些烟花的话 从图片上来看的话 它和人眼的视觉 看起来是非常不一样的 前面一张呢 是画面中出现了多多朵烟花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画面中 是出现了一朵烟花 那么有过看烟花的经验的人的话 都会知道烟花大部分的时候 除了一些特别的听点的话 它一般是一朵一朵的去燃放的 而我们看到的这个烟花的照片里面 经常所出现的 经常所出现的 是多 多个烟花出现在同样一个画面中 那么这是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手段来实现的 很多人都能够想到 是通过这个 数码后期的合成技术 那么这的确是一种 创作的手段 但是除了此以外 我们还有别的这样的一些 别的一些途径能够获得这种黑色的夜空中 闪烁的多朵这个烟花 我们首先才是按照这个 普通我们说技法的这个顺序来开始 那么进行烟花的拍摄的话 你必须要准备着器材 相机和镜头固然是我们必备的 这样的一个硬件的基础 那么这里面可以做一个 这里面可以做一个 稍微这样的一个探讨 那么相机加镜头 那么这里的镜头的话 指的是什么 相机的话我并不是啰嗦 因为昨天有人在这个微博上问到了 还有人在这个多倍的页面里面问到 用手机能否拍摄烟花 那么因为我没有试过 所以我感觉手机拍摄烟花 是比较有难度的 那么在相机这块 我们尽量应该使用 具有手动功能 具有B门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机 而镜头呢 拍摄烟花呢 莫过于两种 那么一种呢 是通过长焦去拍摄 天空中烟花的这样的一个特写 因为我们拍烟花的时候 考虑的安全问题 和一个画面美感问题 往往距离烟花在三百到五万米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所以呢这个时候 需要通过长焦镜头 去拍摄单独的烟花 而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黑色的夜空中 只有黑色的夜空中 只有这个单独的烟花 并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画面中 出现一些建筑 出现一些城市的风光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要在高处 采用这样的一个广角镜头 来进行拍摄 让这个烟花融在这个 曼妙的夜景之中 第三个呢 遮光照 遮光照的话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要强调的一点 因为在这个城市中 拍摄烟花的话 你往往很难去避免 身边有一些强烈的光源 或者说非常明显的光源 那么这个明显的光源 包括路灯也好啊 包括旁边的这样的 一些民用的照明 一些这个店铺里面 发出的灯光 那么这些都是 夜景摄影的一个干扰 不管是你拍摄烟花 还是拍摄普通的城市夜景 这都是干扰 那么遮光照 能够帮助我们的相机 把这些干扰光线 全部给避掉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 你的相机镜头正对的方向 太过分明的比较近的 这样的一个光源 那我们再往下看 脚架拍摄烟花 必须要使用三脚架 严格的说 这里少了一个字 必须要使用三脚架 来进行拍摄 必须要使用三脚架 来进行拍摄 因为烟花和夜景一样 它都牵涉了一个 长时间曝光的问题 第三个快门线 这是我前面所说的 往往我们用到了 是相机的闭门 那么这个闭门的话 需要配合快门线来控制 这里面有两点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 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用手去按快门 往往会给撞下机 带来一些激震 第二呢 是我们在闭门的时候 如果你把手长期 保持在这个快门上面 这样呢 也会导致画面的一些虚乎 这里解释一点 闭门的意思是 当你按下快门 快门打开 当你手松开的时候 快门关闭 所以快门线呢 在这个烟花摄影中 它是一个必备的 这样的一个硬件 甚至我们说 在夜景摄影 在这个微距摄影的时候 也必须要使用这个快门线 那么第四个 黑卡纸 这是我前面 从给大家所看的这张照片 发服务的吴老师 他手上拿了这个扇形的 一块黑色的物体 那么这块黑色物体 实际上是我DIY的 这样的一个物件 我是拿这个黑色的布 把它蒙在了一块 迷你的反光板上 然后把它粘了起来 那么这个就是黑卡纸 黑卡纸具体的作用 我们在稍后的 关于烟花拍摄的技法中 再去说 那么第五个 相机清洁的工具 因为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点 烟花往往会产生 一些成物 而正式的拍摄烟花 一般我们不提倡 或者说一般要求 不能够在这个 无风的这个夜晚来拍摄 因为在没有风的时候 拍摄烟花的话 往往你只能拍到 前面几个烟花 随后的话 这个空气中就 弥漫着烟花所留下的消烟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 再继续进行了 那么在有风的时候 我们相机镜头的表面 必然也会被烟花燃放 所以导致的一些粉尘所污染 所以拍摄烟花以后 准备好相机清洁工具 对镜头前方做一些清洁 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补重一点 被用的电力 因为拍摄烟花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 相机的长时间曝光 而且的话 这个拍摄的过程 往往比较漫长 在长时间曝光的情况下 相机的耗电 是非常的惊人了 它不同于普通的情况下 或者说 我们说不同于 标准的拍摄的过程中 这种耗电的情况 所以我们要尽量 能够多倍一块电池 以免出现 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 突然出现电池 没有电 不能够及时续航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一些设备题材 那么再回到这张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的话 除了这个摄影人以外 这个摄影师 人是你们所熟悉的 吴伟老师 其实你看到的 他浑身已经充满了曲线 这是我前面所提到的 他手上也有 也是 他的手上也拿了一些 呃 在充满了曲线感的一些东西 比方说 右手上的这个黑色扇形的 这样的一个物体 呃 左手上拿着这个快门线 按着这个快门键 另外呢 还有相机和脚架 这都是我们拍摄烟花的 这样的一些必备物件 至于这个呃 这光照 我们看到 他正在这摄影机上 另外充足的电力和这个 相机的清洁工具 我就没有列出来 烟花的拍摄呢 其实呢 呃 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 它也不是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有人问 这是不是近照 没错 这就是昨天下午 在摄影棚中所拍摄的场景 呃 我感觉今天经过今天早上 再一次的跑步的话 肚子已经削减了很多 遗憾的是 今天晚上回来 没有带照相机回来 所以就没有拍这个 最近的一个照片了 好了 我不说废话了 我们接着往后说 拍摄烟花的技法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对照相机上的一些参数的控制 埃格来解释一下 ISO感光度 感光度呢 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尽量使用100到200的 我们称之为低感光度 那么为什么使用低感光度 来拍摄烟花 这里一定要明确一个概念 但凡是光源 它都是比较亮的 烟花尽管它是属于 夜景的一个范畴 但烟花它本身是光源 它是非常亮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不需要用高感光度 低的感光度 就能够满足一个准确的曝光 第二 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如果你用高感光度的话 那么势力会导致照相机 画所拍出的画面 它的粗糙程度的一个提高 另外呢 还有在这种长时间曝光的时候 它产生的倒点 会愈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应该使用低感光度 第二个白面痕 白面痕这一块的话 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该使用什么 拍摄烟花的时候 该使用什么样的白平衡 那么我们相机所提供的白平衡 有很多种 在这里该使用哪一个 我是打了一个问号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择阳光白平衡即可 阳光白平衡能够使得 我们所拍出的烟花的色彩 和你的视觉的色彩 非常的接近 但是有一句话是 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尝试着去更改 你的白平衡模式 比方说你选择乌丝灯的模式 能够拍出偏蓝的烟花 也能使得天空的调子 也泛蓝一些 它体现出一种夜间的宁静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 如果你使用阴天的白平衡 拍出的是带有暖调的烟花 那么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弱格式来拍摄 那么至于 或者至于这个照片 还原出什么样的一个色调 完全可以通过这个照片的弱格式输出以后 我们重新再次去定义它的一个色温 从而实现不同的 从而实现它不同的一个色调 第三个 AF 这里的AF指的是自动对焦的意思 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自动对焦可以说 它几乎是不能够起到任何作用 因为烟花升空的时候 如果你使用相机器自动对焦 烟花是处于一个运动的过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相机的自动对焦的速度的话 它相比于烟花的话 是非常的不足的 它是不能够跟上的 第二 我们烟花的话 这个拍摄烟花的这个环境 非常非常的黑 因为我们的背景往往选择的是 深邃的这个黑暗的天空 那么拍摄黑暗的天空的时候 在光线越不足的情况下 相机的自动对焦 也会变得非常的缓慢 所以我们应该使用手动对焦 那么这个使用手动对焦 如何去对 这里面就要根据你所拍摄的情况来决定了 如果你使用的是广角镜头 比方说28毫米 30多毫米 这样的一个镜头 融合一些城市的夜景 你完全可以把它手动对焦到远处 你看到画面中远处的建筑物是清晰的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烟花也会有一定的清晰度 第二个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长焦镜头来拍摄 你来捕捉天空中出现的 比较个体的这个烟花 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手动对焦 仍然是给它对到无穷远处 仍然是对焦对到无穷远处 然后略做回旋 略微回来一点点 因为往往在使用长焦镜头的时候 无穷远会导致这个画面整体的完全模糊 所以我们调到无穷远处 略回来一些 有人就说到了手动对焦会来不及 那么这里要指出的是 你的对焦并不是在烟花开始燃放的时候来进行的 而是在烟花燃放之前已经在对焦了 你已经在对烟花大智慧出现的位置 做一个预计的对焦 广角镜头这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它断到无穷远处就行了 长焦镜头不要去太过于拧把 它的对焦该把刻度描本到哪个位置 而是给它拧到无穷远 略微回来一点点 那么这是对焦模式的一个选择 有人问长焦对远处的建筑物可不可以 可以 画面的偏模糊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拍完一张 然后检查一下照片的锐度 再去做进一步的一个修正 我们再来看 有人问没有参照物怎么对无穷远 这个非常的简单 我们说两点 第一个 带有刻度的镜头 带有刻度的镜头 它上面标有无穷远的符号 一个倒着写的八字 那么第二个 如果你的镜头是比较入门级的镜头 比方说这个18的135这样的镜头 那么你可以在白天试好 哪一端是最近 哪一端是无穷远 再来说下一个 第一个是关门的意思 拍摄烟花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Bob Bob呢是橡胶球的意思 它指的是相机上的闭门 它的意思是我们按下 按下快门键 相机的快门会打开 我们什么时候松下开快门键 快门什么时候关闭 用于控制超过30秒以上的曝光时间 但是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并不是意味着 你应该把这个曝光时间控制在30秒以上 它而是用来进行对烟花轨迹的一个捕捉 所以我们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往往快门的曝光时间 也就在两秒到三秒的样子 不要被我告诉你的两秒三秒所束缚 这是完全没有 不是特别一定的事 我们再往下看 光圈 8到16的光圈 8到16的光圈 这是很大的一个浮动的空间 16相比于8的话 已经收缩了两档 进光减少到8的四分之一 减少到8的四分之一 那么之所以给出这么大的一个浮动区间 在于不同的烟花 它的亮度未必相当 第二呢 它也受到空气的可见度的影响 比方说这个在内陆的北方 空气可见度略低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要尝试把光圈开到8 而在这个空气 可见度 这个空气的能见度比较高的时候 我们要把光圈给收小一些 第二 不同的烟花 它亮度会不一样 这些都是需要 这些都是需要 8到16 这些都是需要 我们拍完一张样片以后 再通过检查画面的亮度 也就是检查曝光 进一步的去调整光圈 这里我们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首先 我们选择的是8的光圈 如果在8的光圈的情况下 曝光过度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它收到11 然后再次检查 直至找到最合适的光圈值 如果在8的时候 曝光就已经不足 我不建议去把光圈给它开大一些 我更建议的是 可以尝试适当的把ISO略提高一点 比方说提高了400 这样呢 能够配合一个略小的光圈 能够实现较高的一个画面的锐度 前面说我们所说的这个拍摄烟花的时候 这样的一些参数设置 以及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 那么具体的拍摄烟花 具体的烟花拍摄 我们要首先 正如给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一样 是做完了所有的这些设置以后 等待烟花的燃放 等待烟花的燃放 在等待烟花燃放的时候 等待烟花燃放的时候 我们还要去准备 之前我们所提到的黑色的卡纸 黑色的卡纸 当第一颗烟花已经升空 并且燃放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准备 利用黑色的卡纸 遮住镜头的前方 遮住镜头的前方 同时 当你感觉到第二颗烟花 快要升空的时候 或者已经开始 从地面开始上升的时候 当然这个判断时间非常短的 我们用黑色的卡纸 遮住镜头 按下手上的快门线的按钮 打开闭门 这样的障碍机就已经开始曝光了 实际上它并没有开始曝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又加了遮光照 又用了一块黑色的卡纸 去挡住镜头 并没有光线进入照样机的镜头 产生曝光 那么等待烟花 等待烟花即将绽放开的时候 等待烟花即将绽放开的时候 那么大家注意 手上的快门线 始终是保持按下B门 并且把它推上去 处于一个锁定的状态 处于锁定的状态 也就是意味着B门的打开 也就是意味着B门的打开 当烟花即将绽放开的时候 我们拉开你手上的 你拉开你手上的黑色的卡纸 让烟花的光线进入你的照样机 产生曝光 当烟花绽放即将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先遮上黑卡纸 然后再关闭快门 也可以直接关闭快门 这个完全由你自己来把握 我们来解释一下 有人问莲花的遮光照会不会漏光 这里我们就要重复一下前面所说的内容 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在地点的选择上 你尽量的去避开周围一些人造光源的干扰 避开路灯 避开一些亮着灯的这样的一些房子建筑什么的 这样即使莲花型的遮光照 进来的光也是非常微弱的 那么所产生的曝光也会极少 所以我们认为它并不会形成一个强烈的干扰 那么这个过程说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我们要提出的是 我们要提出的是 我们再来重复一遍烟花的拍摄 拍摄烟花注意 感光度控制在100到200的低感光度 光圈控制在8到16的这样的一个范畴 初始值我们完全可以设置 200的ISO8的光圈 快门为闭门对焦 为手动对焦 预先对好焦 白平衡使用 如果你用弱格式的话就无所谓了 随你使用哪个白平衡模式 因为过后我们都可以再次来校准色温 把相机架上三小架 取景构图 相机的镜头的视野里面出现 你预计即将会出现烟花的位置 完成这些工作以后 插上快门线 等待烟花的燃放 当第一缕烟花升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长述的拍摄了 拍摄时 首先当第二缕烟花已经点火开始升空的时候 按下快门线 用黑色的卡纸遮住镜头前端 当烟花即将展开的时候 我们移走黑色的卡纸 直至烟花绽放即将结束时 再次盖上黑色卡纸 关闭快门 这是烟花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流程 但并不是全部 我们要记住的是 它的全部是 我们拍完以后 第一件事要做的 并不是马上准备拍摄第二张 而是检查你的曝光情况 以及对焦情况 如果曝光过度的话 要做的是收缩光圈 把光圈从8收到11或者收到16 你根据过曝的这个程度来决定 第二 如果你拍摄的过于模糊 那么要尝试重新来进行对焦 因为一旦第一颗烟花升空以后 马上会升起更多的烟花 这个时候 我们再次进行手动对焦 就不是一个盲目的对焦 而是就不是盲目的对焦 而是一个比较精确的 利用视觉去进行一个手动对焦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尽管前面所说的 这个烟花拍摄的技法并不困难 并不困难 但是往往我们所拍摄的这个烟花 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你所看到的这张照片 这个烟花就是一个典型的 光圈开得太大 导致烟花一定程度的曝光过度 这并不好看 它周围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光芒运营 那我们再来往下看 前面我们所看到的光圈过大 我们要调整的方案是收小光圈 第二个是光圈太小 你所看到的烟花的话 它成的是近乎点状 近乎点状而没有形成一个强烈的现状 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做的是略微的开大光圈 或者是提高你的ISO 正常情况下 我们的相机在ISO400的情况下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我们来看 除此以外 还有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客观性方面的问题 比方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张照片的话 它固然是拍的从烟花摄影的角度来说 抓到的瞬间 是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但是我们看到江上偏右边的那一些浓烟 总会让你觉得不是特别舒服 那么这种照片 就是因为在拍摄烟花的时候 天气的客观因素 处在无风的天气 在没有风的时候 拍烟花 它并不是优势 没有风的时候 烟花所产生的消烟 不能尽快的散去 所以导致我们拍摄的照片 往往画面中的烟雾比较浓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解决的方法是比较困难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 这个天气的风里的一些因素 那么再来看这一张 在顺风的时候来拍摄烟花 我们会看到烟花的后方 出现了很多的浓烟 烟花的后方出现了很多的浓烟 这样直接影响了烟花本身的 一个耀眼度的表现 那么从这里面 我们能够总结出两点了 前面在无风的时候 并不利于拍摄烟花 我们只能说在无风的情况下 只是和刚开始那几朵烟花 绽放的时候 把它拍摄下来 而到了后面的话 我们拍到的大部分都只是烟雾了 在顺风的时候 在烟火的后方会出现大量的浓烟 这也会破坏画面的视觉效果 那么再来说一下 顺风不行 那么逆风呢 逆风的时候会直接把这些烟雾 吹到我们镜头的面前 至于你心疼镜头 那是你的事 但我们要从视觉的角度来探讨的话 如果浓烟出现在镜头的前方 出现在烟花和镜头之间 那也破坏了烟花清晰度的一个表现 这里边我们能够看出来一点呢 就是拍摄烟花 适合在有风 但并不是 有风的天情况下 但不能够处在一个顺风和逆风的情况下 偏侧的风 是适合拍摄烟花的一个理想的天气 偏侧的风向 是适合拍摄烟花的一个理想的风向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拍摄烟花的话就变得略为的复杂了一些 它的复杂便取决于你在拍摄之前 在踩点 在地点的决定的时候 必须要考虑到当日的风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再来看 画面左边偏左边的烟花 画面偏左边的烟花的话 大部分是天空中的比较单调的烟花 只是出现了一些烟花的形态 而右边呢 摄影师在拍摄这些烟花的时候 水中的导影 无疑增加了画面 给画面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生动性 那么这里面就说明 单纯的去拍摄夜空中的烟花的话 相比有对比 有丰富层次的烟花 它要略为的逊色的 我们再往后看 而画面中出现多朵烟花的时候 也会使得画面的生动性更强 注意看 片右边的画面 下方出现了一些黑色树木的剪影 这也无疑增加了画面的一个生动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张画面都是处在一个偏侧风的情况下 所拍摄的烟花 有没有注意到 都是处在一个偏侧风的情况下 所拍摄到的烟花 在偏侧风的情况下 这些烟雾并不足以形成画面的一个干扰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 这张的话 它合成的嫌疑是非常非常重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有了一些地面元素搭配的话 画面整体会显得好看很多 但是这种元素往往是比较困难的 像这张画面 因为拍燃放烟花 一般是都在这个城市的闹市区 我们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山栏的话 完全剪影状的话 并不是那么特别容易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考虑进行一定程度的合成 我们再来看这张 前面所说的 它是一个后期的合成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张烟花的拍摄 它是一个前期的合成 类似于多重曝光 这里所运用到的技巧 即使拍完一次烟花以后 我们拍烟花的过程是按下快门 先用黑卡纸遮住镜头 然后按下快门线上的闭门 当烟花燃放殆尽的时候 再把黑色卡纸遮上 标准的流程是 接下来我们也该关闭快门了 但如果你等待第二次烟花 又快绽放开的时候 再次把黑色的卡纸打开 让第二次的烟花再次在你的这张照片上留下包装 以此循环就能够获得画面上有非常丰富 非常多的一些烟花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利用黑色的卡纸 每看到一次烟花升空 我们去折它一次 不断的打开 利用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多重的曝光 融入了 前面我们所说的是利用黑色的卡纸来拍摄 利用黑色的卡纸来拍摄天空中有众多的烟花 那我们再来看这些融入了城市夜景的这样的一些烟花 融入了城市夜景的烟花 它会比普通的在天空中出现的烟花 会更加的生动 更加的唯美 那么这些就需要 你对地点的选择 是选择略高处镜头向下俯拍 略远的高处镜头向下俯拍 有人问曝光怎么来控制 我们可以先尝试着把开摄夜景最佳的光圈给它找出来 当有些夜景融入的 有夜景融入了这种画面的时候 烟花是呈点状还是呈现状 已经不是特别的重要了 烟花肯定会在画面中有所留意 但是这个情况下 它由于有了夜景的搭配 已经完全不会会不一样了 画面会显得非常生动 有人问没有三小架 没有快门线 没有遥控器 能拍了 可以看 好了前面我们总结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 分析了一系列的烟花的拍摄 烟花的照片的问题 以及它的解决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再次做一个总结 烟花摄影的控制细节 除了前面我们所说的技法以外 它的控制细节 第一天气 尽量选择可见度 能见度比较高的天气 风向 选择有风但非逆风和顺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风力 风力不能够太强 因为太强的风力会导致烟花的形态直接变形 那么第一点呢 取决于你是拍摄带有城市夜景的 还是拍摄单个的 拍摄单个的话 在你家阳台上就能实现 带有城市夜景的 一定要找一个能够避开人造光源的 一个 一个俯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第二抓取开始的烟花 这里所要说的是 我们现在往往 大部分所遇到的烟花燃放的这个时机 都是风力不强的时候 所以你拍摄烟花 尽管一个烟火晚会 它会持续很久 真正的作品只能出现在 前面所燃放的一些烟花上 甚至是只在各位数的一些烟花上 因为随后会产生很浓的一些烟雾 第三 城市风光作为培体 第四 多重多次曝光的叠加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黑卡纸 利用黑卡纸来拍摄多张 多朵烟花出现在同一画面上 第五 前景的一个处理 这如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黑色的树影 黑色的山轮的剪影 都能够成为丰富画面的一个元素 第六个 变焦和虚焦剧法的应用 这个我们再稍后结合图片 来解释一下 有人说不会叠加呢 这个不是你会不会的问题 就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不会叠加的话 你可以在今天稍后的时间 观看回放的录像 那么这是我们所说的 一系列的关于烟花拍摄的 细节的问题 最后呢我们要聊到的是 最后我们要聊到的是 前面所说的 利用虚焦和变焦的方式来拍摄烟花 我们来看一下虚焦和变焦的方式 所拍摄的烟花 来看一下虚焦和变焦的方式 所拍摄的烟花 我这里PPT做的有点多了 变焦的方式来拍摄烟花 即使在烟花绽放开的时候 不仅让照相机曝光 并且在此同时 用你的手去转动 用你的手去转动 相机镜头的焦距 去改变焦距 从而获得这种 放射性的线条的画面 呈现放射上的线条的画面 那么这也是通过变焦摄影 这里的变焦摄影 只是在即将烟花绽放开 即将结束的时候 才进行变焦 给前面刚开始绽放的时候 预留了一些稳定的曝光时间 给前面留了一些 稳定的曝光时间 而到了快结束的时候 稍微变一下焦 那么这是虚焦所拍摄的烟花 呃 这其实对焦不准的情况下 呃 不管说 不管它好不好看 合不合你的口味的 好 我们姑且把它当作是 艺术多元化的一种 姑且把它当作 艺术多元化的一种 刻意的对焦不准 所拍摄的这种 偏朦朦的这样的一个 烟花